加拿大福利好 是世界上最好的退休国家 退休后在加拿大 你可以选择什么生活模式 Hello 大家好 我是Soye 在今个月 即9月28日 我将会在本地 即是温哥华 其中一个养老社区 与他们合作举办 一个线下的退休理财广座 到时候我会详细分享 更多关于退休养老 和遗产传承的理财规划资讯 包括如何利用一些投资工具 利用不同的投资策略 来准备退休之前 如何在大家不需要再担心 不够钱花的问题下 准备好一笔 永远都用完的养老储备金 不单你自己可以受惠 包括连同你的家人都可以受惠 因为这个储备安排做得好 更可以成为你传承给家人的遗产 今次的讲座更加安排了 可以参观这间在温哥华 最优质的养老社区 让你体验一下 一个优质的养老社区生活是如何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讲座 讲座是可以免费预约的 时间地点和如何预留位置的连结 我已经放在这个萤幕上的poster上 大家可以scan QR Code 或者打电话 去帮你自己约定留位置 千万不要错过了 你自己或者带你的家人 甚至带你的朋友来一起听 让他们可以知道更多这方面的资讯 我经常听到很多人想来加拿大退休 如果你或者你的父母即将准备退休 其实有没有想过退休之后的生活 会为你带来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到时会多了时间 就可以去认识多些自趣相投的新朋友 更加可以有时间去体验 以前因为上班没时间做的事 又或者你比较喜欢安静的生活 例如每天出去散步 打理花园 看书 听音乐 去到weekend的时候 就跟子女 孙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近十年更加很多人提倡 提早退休的概念 一早就想起如何存好一笔钱 然后做一些投资去制造被动收入 来过他们的退休生活 如果你也想知道更多这方面的资讯 你可以看回我之前拍过的影片 作为参考 但传统来说 一般大部分人都会在65岁的时候退休 无论你选择哪个年龄退休 退休之后想过一个点休的生活模式 其实都需要有一个目标才可以做计划 例如退休之后想继续工作 但至于不再赚钱 只是希望可以继续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让自己的生活仍然过得有价值和有意义 又或者有些人想去不同地方旅行 体验一下生活 或者有些人觉得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 所以想减低一下工作量 多些休息 以及可以腾出多些时间陪家人 亦有很多在香港打拼了很多年的朋友 就想选择在加拿大过一些比较轻松 宁静安稳的退休生活 主要是因为这边的环境比较清静 舒适和简弱一些 生活节奏会比较缓慢一些 近年来加拿大更流行一些 叫共同退休理念的生活模式 既可以与家人生活 而这个社区之内 亦都有一些年纪相若的老友寄 让你去结交朋友 继续有回自己的社交生活 这样就不会觉得这么寂寞 或者有被孤立或者被遗弃的那种凄凉感觉 其实在加拿大退休 是有很多种不同的退休生活模式 今天我就跟你谈一下 如果你在加拿大养老的话 其实有什么生活模式可以选择呢? 还有你财务上可以如何安排 做好预备感 不过在这里提提大家 影片当中的资讯 是给大家参考和交流之用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如果你真的想利用影片里面的资料 去为自己做安排的话 我建议你也是找一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去帮你 影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帮我like、subscribe和share我这条影片 让资讯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 让他们都知道如果他们真的来加拿大养老 究竟是怎样的情况 以及可以如何为自己做好财务上的安排 传统来说 很多华人都会想留在家里继续生活 来养老 部分原因是因为不想有转变 亦因为觉得这样的安排 最合成本效益 亦有些人不想入老人院 因为觉得很孤单和很凄凉 不过随着长者漸漸衰老 而且在本地长大的下一代 就比较西化一些 要不他们便会自己搬出去 自己住 有自己的生活 又或者他们本身已经有家庭 已经都需要照顾了 就算你的第二代跟你同住 极有可能能力上很有限去照顾老人家 可能连自己都未必照顾得到自己 更何况还要照顾长者呢 你们不要以为小朋友是难臭 其实照顾长者不仅需要耐性 更加需要一定的技能 所以老人家更应该为自己做好准备和安排 在加拿大养老 其实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主要当然要看你的健康状况和经济条件 如果你想着在家里生活和养老 很多人都会趁这个时候去downsize 即将自己已经生活了很久的独立屋出售 然后换一间较为小的apartment 一方面可以从卖独立屋套现 作为退休的一个资金 第二方面就是家里的地方小了 就更加容易打理 生活起来就会比较方便 和可以简化自己的生活 在downsize的时候 有些人会选择去买一般的私人大厦 有些人会选择senior apartment 即是一种只给55岁以上的长者才能入住的大厦 这些大厦的室外设计 就会有适合长者用的装修和设施 更加适合想有一个较为安静生活的环境 以及可以与年龄相约的住客作鄰居的朋友 以上两种生活模式 即是无论是住在家里 住在普通私人的apartment 或senior apartment 其实都适合一些身体和健康状况比较良好 日常生活上都不需要任何帮助的长者 但去到你不能再照顾自己的时候 或是需要请工人或看护 当然费用就会比较昂贵 所以加拿大也有一些其他有政府资助的养老服务 就更加类似我们想象中的老人院 但老人院都有分三个程度的护理范围 第一个程度叫做independent living 或者叫做长者养老中心 室内设计也有适合长者用的装修和设施 适合一些身体和健康状况仍然良好 但日常生活上需要少量帮助的一些长者 第二个level就是assisted living assisted living是适合身体和健康状况 已经开始有限制的长者 例如日常生活上需要一些即场帮助 甚至协助 而去到第三个level 最高级别是long term care 或者叫做长期护理服务中心 就是针对需要更加贴身的24小时看护照顾的长者 近十年八年 加拿大更新兴一些私人养老社区 senior living community 集结了senior apartment independent living assisted living 和long term care 所有服务于一身的长者居住社区 不单是这样 你还可以让不够55岁的家人 可以和你一起住在单位里面 那你就不需要和家人分开 又或者你家里真的有家人 你需要和他一起住的时候 你都有这个option 最重要是包三餐 莫说老人家 就算年轻人每天想三餐吃些什么 都够了头痛 还要去买菜 准备食物 你都不是说不伤老根 而且在社区里面的三餐 还有营养师批核菜单 如果你在家里住的话 大概你的三餐应该都不会找营养师去跟进 住在外国 华人长者更要面对另一个困难 就是要找提供中餐善食的养老中心 这类型的养老社区 真的很明白长者的需要 别想着我来加拿大这么多年 可以天天吃牛扒吃西餐 其实真的不容易适应 何况是长者呢 如果那三餐都可以有中餐选择 那你说是否不错呢 他们的办法模式 就好像是高级的大厦 他们有会所 会所就会供应这些服务给他们的会员 服务就包括了每个星期可以去家 帮你修屋 清洁 如果家的单位里面 需要有些维修保养 譬如要换灯泡 弄水喉 这些东西都会安排 私人交通安排不在话下 主要都是去看医生 想买一些个人用品 还有里面绝对会有 特别为长者安排定期的文鱼康乐活动 让他们不会觉得那么闷 让他们也可以有多一些social life 个人护理服务也会有 比如剪头发 美容 各社区里面还可以有按摩池 电影院 私人宴会厅等等 听起来就好像很有奔治如归的感觉 在这样的环境 长者就算捉不出户 都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 享受到全方位的个人护理和养老服务 不需要每件事都要安排和分配 另外有一件事可能不说你不知道 要在加拿大获得政府资助的老人护理服务 就像这里找家庭医生一样 你都需要去找 申请和排期 如果你的情况不是那么严重 轮候时间都可以很长 但如果入住这些类型的私人养老社区 住客就可以优先获得更高级别的长者护理服务 即长者护理服务 就可以免却轮候政府服务的困扰 好了 养老社区与老人院有什么分别呢 与亚洲很不一样 政府资助的养老服务中心或老人院 质素不一定很差 与私人办理的养老服务中心 可以质素上很相弱 所以要入住政府资助的养老院 或是私人机构办的养老中心 其实有以下的因素你会考虑到 当然是你的负担能力 以及机构里面的服务 其实是否配合你的需要呢 当你住在里面的时候 是否真的能够得到你需要的照顾和护理呢 而我刚才提到的养老社区 我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可以让你安居 享受和自由发挥退休生活的地方 又不会让你觉得很沉满 仍然可以让你活得比之前更精彩和充实 还有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又随时可以向社区里面的支援求助 不过当然 无论你需要哪个level的养老服务 甚至养老社区的服务 当然就是需要去计数 究竟需要用多少钱 你在入住养老中心之前 你都应该为自己的财务 做好一个策划和准备 很多时退休人士其中一个最大的担忧 就是究竟他们可不可以负担 去继续供养自己去过养老的生活 如果你大约55岁 又正在安排如何退休的话 这个时候正正是你做退休理财的一个黄金时期 因为你大概还有十年退休 可以利用这十年的时间 去整理和策划你的退休理财计划 及早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收入税 甚至更加有效率 去安排如何领取政府的老人福利 例如GIS等等的福利 不如我们现在看看 究竟如果在加拿大养老大概需要多少开支 如果在加拿大使用养老服务的开支 其实真的可大可小 根据统计 公营或政府资助的养老服务 平均开支每个月是$1370至$3500不等 而私人的养老社区每个月平均大概需要$4000至$10000不等 这些开支已经算了租金、家居服务、管理费、 线食、请看户、社区的管理和保持等开支 如果你选择在家里住然后养老的话 如果去到一个程度 你已经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或者需要一部分时间请看户照顾的时候 你大概需要预算这些开户的收费是$35至$50一小时不等 当然要看你需要哪一类服务、有多深程度的护理 然后要看每天需要那个人来照顾你多久 我拿个平均数 你生活要24小时 但我平均当你只需要那个人一个8小时的照顾 每个小时如果拉回云$45一小时 一个星期你有7天都需要别人照顾 而不是5天的 一个月的费用在这里这样计算一下 大概需要$10800 除了请看户去照顾你的费用之外 因为你仍然住在你自己的家里 所以你仍然需要负担你家居生活的费用 包括你家里需要保存、水电煤、交地税 以及你仍需要其他食物、生活费、朱元子女 加起来 其实未必有你想象之中的合成本效益 甚至有可能会超出你的预算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在家里住然后养老 都要花$10,000以上的话 差不多等于入住高级私人养老社区 在加拿大居住 亦有政府扮认的养老机构 如果能排期入住 政府会有津贴 按税后收入的八成 允许入住护理服务中心 如果是assisted living的服务 由于需要的服务相对少和简单 所以只会贷你七成 而且如果年收入很低 例如19500以下 政府会额外计少3900元去计算 那个计算大概是这样的 如果年收入有19500元 先会选3900元 然后再计算八成 计算大概12480元一年 除了12个月 每个月大概付1000元 1040元 试想想一下 如果税后收入已经达到52500元以上 其实你八成的话 如果养老服务收费是八成年收入的话 你就要付3500元 即是要付出最高的费用 可以入住政府的养老服务中心 如果你的收入超过6万元以上 你就会更多选择 你可以继续入住政府办的 或者是政府资助的 或者是私人办你的养老社区 那费用都将会差不多 当然如果你的收入越高 你就会有更多的选择 你可以入住一些更高质素的 或者更新的养老社区 所以如果你打算在加拿大退休的话 要不你做好你的理财规划 在最高效率的税务情况下 去累积你的财富 让你能够负担更为优质的退休生活 又或者很刻意地去安排到 可以在低税务收入的情况下去退休的话 你就可以有选择的权利 你就可以以低收入和低付费的情况下 去入住政府资助的老人院 你安排得好不代表你真是窮的 如果你不喜欢住这些公营或政府资助的老人院 你就可以选择入住高级或优质的私人养老社区 便是进可供退可守 刚才提及很多准备退休的人士 都喜欢利用低收入的方法 去为自己准备退休储备金 其实除了你用自己住的房屋 或者你其他的房地产物业之外 其实有些朋友如果他一早知道 一早预备好 可以利用储蓄保险的价值来作退休的资金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这方面的资料 你可以看回我之前拍过一些影片做参考 如果你在加拿大的收入 例如你有公司的Pension 有RSP CPP OAS 或者海外的收入 那我就要恭喜你了 因为你真的一点都不贫困 但同时我也为你担心 因为这些收入全部都是计算作为Taxable Income 令你成为高收入人士 即是没有办法享受政府的福利 退休福利 以及养老机构的资助 如果你是很乖的 每一年都很努力地利用RRSP 扣税的朋友 我真的很欣赏你的努力 但你的RRSP 正正是拖你后腿的退休储备金 如果你是介乎50至60岁的话 那你就应该尽快利用RRSP融解法 减低你的RRSP 对你将来退休的影响 甚至万一有一天 你真的发生意外新故 你想将辛辛苦苦 几十年存下的RRSP 留给你的子女的话 结果最后大半都被税务局 当成英缴税般充公了 值不值得呢? 所以如果不事先做好计划 分析好你所需要的开支的后果 真的可以很严重 今天虽然这条影片的内容已经很丰富了 说到我口都干了 但其实要做一个理财策划 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和三言两语可以做得到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和工具 又要按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去灵活变通去apply 才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所以我特别邀请你这个月 即是9月28日 来参加一个线下的理财广告 最后你的退休策划做得好 除了不用再担心退休之后花费的问题 还可以在不被税务和认证威胁的情况下 将你的资产更加完整顺利传给你的下一代 还有一件事你需要留意的就是 你需要趁早当你还有能力的时候做好安排 很多人都因为迟迟不作出决定 而到最后遇到突发事的时候 只能够很闯缩地做一些即时的决定和处理 在完全没有选择和没有思考的余地的情况下 随便进入一个不太理想的退休生活 更甚者就更不能按你自己的意愿 去分配和安排你自己的资产最终的去向 看完这条片之后 不知道你有没有对在加拿大退休的情况 有进一步的了解感 经常都会有很多朋友或客户在他们做投资 或是金融方面的决定之前 都会先向我资讯问我一些专业意见 如果你是在香港过来的朋友 想了解更多关于加拿大理财资讯 又或者你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一段时间 想知道如何建立一些理财目标 退休计划或遗产全城计划 我欢迎你可以利用影片的资讯栏上的连结 或是屏幕上的QR Code去联系我 我可以提供一次性的免费资讯 看看你的情况是怎样 帮你做分析 甚至可以议定一个计划 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在当中真的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拿到新的想法的话 走之前麻烦你帮我like、subscribe 和share你认为可以在影片中获益的朋友 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